哈喽大家好,我是超级无敌鸡腿宝大人 我们今天来做这个品种介绍的这个第五期 我们来做这个这个彩虹桥 就是这个 彩虹桥 还是非常出名的这个品种 号称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甲虫 大家觉得怎么样 还可以吧 这只是一只正常色的 也就是俗称的朴色个体 然后旁边这个是黑色个体 就是纯黑色嘛 也不说是纯黑色 这也就是个棕色 都是非常漂亮的长牙的个体 这个品种呢 除了这两个颜色呢 还会有这个绿色 红色 紫色 还有蓝色 这 除了这两个 是一个比一个贵 就是 这个朴色最便宜 然后黑色第二 然后是绿色 红色 紫色 然后是蓝色 其中这个蓝色 蓝色和紫色 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这个蓝色 它的好像不是非常稳定 但是它那个紫色 是非常稳定的 我有一个那个紫色的 一个短牙的一个个体 就不给在 就不放到这个视频系列里了 我之前应该有发过那个照片 非常小啊 是一个短牙的 我只能期望 它的后代能出一个像这样的长牙了 不过那要明年了 这个牙型的这个品种 这个品种的牙型呢 也分这个长牙 中牙 短牙 还有超短牙 这个长牙就是视频里这个嘛 长牙其实是最好看的 我感觉这只比较好看 因为这个脚好像更长一些 这个还是我自己养的呢 不错吧 我自己养的就是好看 你看这个大屁股 这是我买的 好像是是一个日本玩家养出来的 然后这个是我自己养的 然后这个是身子小的 是它的牙肠 同时呢 这两个个体好像是 都是这个 这个稍微大一点 然后这个是62 那个好像是62点多一点 母虫呢 母虫多大呢 母虫是三厘米 三厘米到这个五厘米之间吧 应该是 4.5厘米之间吧 我之前不是之前了 就是我最近繁殖的这一批呢 有一个43毫米的一个母虫 43.6的一个母虫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了 因为这个母虫一般来说 也就是四厘米左右吧 其实超过四厘米就已经算非常大的个体了 像这个工虫来说 工虫超过60 就算是比比较大的了 这两个 这个是62吗 这个是62 2.5还是多少 都是算是非常不错的个体 长雅的 母虫的就是小很多了 母虫也就三厘米 就赶他这 赶他这吧 非常的小啊 非常小 寿命呢 这个这个成虫 这个品种的成虫的这个寿命 还是很可观的了 相比其他敲架品种来说 这个工虫的话 寿命呢 至少是有一年之内的 而且是配过的 注意是配过的 你像其他的那些 其他的小乔就别说了 小乔活你就不配 你都活不到一年 这个是配过 正常都能活到一年 而且是活到一年 至少是有十个月 状态都非常好那种 你像那种 点敲吧 大敲 特别是 活到最后 就是虽然说是能活很久吧 但是他的状态 可以说是非常的差 就是他 到最后岁月了 这些就是老太隆中 固有不动了 那种感觉 还是可以了 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品种的 因为他的这个 首先是饲养简单 然后是成虫的寿命场 而且这个颜值 这个颜值还是可以的了 是吧 而且颜色还多 我还有红色的呢 我还有红彩 红彩 我这没在我旁边 红彩还是 红彩更漂亮 这整个一大片都是红色的 还有紫彩 紫彩也是那种 泛紫色 这个角度比较好看 繁殖呢 新手可以 这个品种可以说是 非常非常容易繁殖的了 这个品种据传说是 当年日本玩 日本玩家去澳洲 在当地繁殖了 然后把卵 把它的卵 藏在头发里 过得还关 然后到了国 到了日本国内 就是养出来了 养出来 然后一直繁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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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殖到现在这么便宜了 我记得新闻商 当年说是多少钱来的 忘了 好像是当年刚进入国内 好像要一千块钱一对啊 是零几年的时候 那当当年一千块钱 那跟现在购买力可不一样啊 现在一千还老多钱呢 现在这么一对 这个是黑彩的 黑彩这么一对 就是二百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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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菠菜更便宜了 相对来说更便宜一些 嗯 繁殖是用这个纯木线 纯木线呢 嗯 大概用这个五到十升的容器就可以了 压实 把那个木线压实以后 我把母虫放进去 大概是一个月到两个月中间 开吧 嗯 大概就能挖出这个 有 四十到五十只吧 可以说是 比较好的那种 可以生四十到五十只 嗯 相对少一点呢 它可能会有个三十只左右 嗯 嗯 可以说是产量也不是很大 但是也可以了 也不止一轮 它不止能生一轮 还能生第二轮呢 第二轮再给你生个二十个 再生个三十个 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的了 而且它的折损率也不算是太高吧 我印象里 折损率不高 而且很容易养大 像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个是我养的吧 我当这一批也最小的有五十五啊 最好五十五也是很漂亮的长牙了 嗯 是用的这个云枝军瓶养的 一杯就出来了 非常好养 嗯 用木屑的话 相对来说用木屑 也可以养的非常的大 但是它要要换土嘛 要考虑这个换土 如果说是你没有很好 就是非常好的那种温控呢 嗯 还是可以 嗯 用这个木屑养的 用木屑养 而且用木屑养 一点也不比用这个军屏养要差 用这个 呃呃 喂 旁边这个 这个是我 今年年初放的嘛 这都记录 这个五十八的这个 这个工程啊 这个工程就是 它用这个虫粮木屑养出来的 纯虫粮木屑 它当时是用的一生的容器养的 大家如果是自己要养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用一生直接就养就可以了 用用用一个打包板 这样的这样的打包板就行 打包板把它六虫放进去 然后木屑放进去 平均是两个月到三个月给它换一次 也就是换两次木屑它就能出来了 呃 个体也不会太小 基本保证个保证个差不多 呃 保证 那个温度不会说是非常的极端 都会养的还是很大的 呃 说了这么多 呃 大家应该是基本有个了解了 这个品种还是非常好养的了 可以说是 呃 你不能说它是最好养的那种 但是我可以说是 第二好养的那种 绝对是绝对是这个彩虹胶 而且繁殖啊 包括繁殖啊 呃 包括饲养啊 包括寿命啊 包括呃容易养大的这个难度啊 特别注意是这个养大啊 它有很多品种啊 基本上非常几乎上 呃 基本上这个呃 市面上的所有品种 你都可以养活 但是问题是你能不能养大呢 能养大 据我印象里啊 彩虹胶就是一种非常容易养大的品种 所以说是这个也是这个品种受欢迎的一个一个一个点 嗯 就说到这里吧 基本能给大家有一个了解吧 呃 我还有之前之前我还有一个嗯 那个嗯 就是关于这一批 呃 这个黑彩的吗 这个黑彩的这一批的那个 呃呃 饲养记录 呃 那里边的那个养的就是其中的细节呢 相对来说要更多一点 呃 是我发在B站的一个专栏里的 呃 我会把那个专栏号呢 发在简介里 是个视频的简介里 呃 大家如果是想看的话可以看一下 那个我写的其实还可以了 呃 是一个呃 就是这一批是今年今年的一个呃 饲养的全程的记录 呃 还是很详细的 呃 可以 大家可以参考 嗯 行吧 呃 大家如果喜欢这个是系列的视频呢 可以给我点一个赞 呃 还可以的话可以再再投两个硬币 还可以的话再点个收藏 那更好了 呃 还可以的话呢 那可以加一下我的那个QQ群 呃 我会把那个QQ群呢 发在我的那个这个视频的底下 呃 如果对甲虫感兴趣的话呢 我是非常欢迎大家来加入的 呃 嗯好吧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吧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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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